没问题没问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是奥克说 今天很荣幸的邀请 现在在篮球场旁边的 Tony教练 蔡教练 要不要跟大家说声哈喽 Hello大家好 我是蔡教练 蔡教练 麻烦就是讲解一下 你现在在哪个环境下 有没有安全危险 不会啊 我现在是在台中的部分 其实在国内目前的大环境 疫情的情况下 其实都还蛮安全 整个生活都还蛮正常的 OK 首先想要谢谢你 给我这个时间 而且你又很阿萨迪 我们今天的奥克说 大概五分钟前 他就说OK 好那我们就来 好那我就直接切入正题好了 第一个呢 你觉得台湾的教练 在你的认知 如果说可以给一个人 给每一个人 每一位教练 一个建议的话 你会给什么 你会给什么教练 你会给什么建议 其实我觉得台湾很多教练是真的蛮不错 他们都很用心的 那他们都有各自的目标 当然就是说 因为每个人在工作教球的环境上 有一些是不同 有些是很个别的 有些是在学校的部分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可以帮那个球员之后 比较特别的 就比较清楚的方向 就是去做一个规划 因为每个人大同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 有一些才行 每个球员 那所以就是说 其实规划目标的方向 其实是 是蛮重要的 OK 那如果说 好的教练和优秀的教练 你觉得差在哪里 是 好的教练和优秀的教练 会差在哪边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信任吧 我是觉得 不管是教练跟球员也好 或者是跟家里也好 我是觉得在互相信的部分 其实是蛮重要的 怎么说 信任 就是说 因为 因为我们也了解 其实在教练的 教练的人 很多嘛 就是说 不管你是教 休闲也好 或是怎样 就是选手 或是竞技的 或是怎样的部分 那 只是说 有些可能 很会讲 有些人很会讲 讲的天花乱坠 这个其实也有一部分 有些就是 可能他是非常 就是非常专注的 那 其实也 蛮有东西的 或者是 他是蛮有心 要培育这一块 就是 就是很帮忙学生 球员 这样子 那我是觉得 就是说 不管是哪样子 但是我觉得 互相 在信任的部分 就是 就是 信任这一块 其实蛮重要 就是看到 你要自己 以身作舍 你所说的东西 你自己负的责任 其实你要很清楚 就有些说 不能 就是 讲一些 有的没的 假的天花乱坠 但是都不一样 OK 这个很重的 也是有 是啊 就是 我们今天 尽量不要提名字 因为你知道 我担心两三天后 在那个 社会新闻看到你 OK 那你觉得 因为你有去过澳网 你有去过澳网 好像 两三次 三四次 那你觉得 是 欧美的教练 和台湾的教练 有什么样的差别 其实我觉得 全世界的教练 都差不多 就是说 他有一些 就是 因为 这个 这个 教练的 太多了 其实就是说 我看碰到不同的教练 也是一样 就是说 他本身的 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 所以说 带球员方式也是不同 也是一样 就是说 有些可能 也是 蛮 蛮凶悍的 那有一些 就是很会沟通 那 就是说 怎么讲 就是说 其实 没有说 绝对好或坏 但是我是觉得 就是说 沟通的部分 其实蛮重要的 OK OK 那你觉得 沟通有什么技巧 沟通有什么技巧 沟通的部分 其实就是 我是觉得 就是 要把所有的问题点 或者是把双方讲的东西 要理解的东西 要很清楚的 要讲出一个方向 不管是跟球员也好 然后跟家长也好 因为 其实我碰到 看到很多情况 就是说 教练跟球员 跟家长 其实这三方 其实就是说 有些时候是 没有办法 同步 同方向 有些可能就只有两边 刚刚好 也是同方向 但是 并不是每次 每一个都可以有办法 这么刚刚好 所以这当中 可能就会 时间 长短的时候 可能一场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问题会发生 这样 OK 那如果说 以你的经验来讲的话 如果说事情发生的话 不管多大多小 你通常是用什么样的心态 或怎么样方式去处理 第一个时间 只要有问题 第一个一定要 马上 马上就是要 把 把 把相关的人 全部就是说 要面对面 全部都要当面 去提出来 因为 最好的情况 我是觉得 最容易解决的方式 是这样 就是说 大家坐下来 好好把事情 全部摊开来 然后 把它讲清楚 这是最快的一个方式 也算是最有效率的吗 对 我目前的话 看起来是 这是最有效率的 因为你说 很多时候 可能通过电话 还是怎样 其实 不管你再怎么讲 可能都会有一点点 差错 但是 多多少 有时候可能 有时候不是没有 大家如果 大家就是 比较 大家比较熟 可能就是说 比较有点默契的 可能这些 就问题比较 但是 有些 有时候想法不太一样 观点不太一样 其实就很容易 方向会 不一样 不一致 这样子 那你现在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走过 就是以前到什么 手机啊 现在什么BB Code啊 然后 现在我们都有 FB 那我们都知道 社交媒体 还有就是甚至像 LINE啊 你觉得 这个利与B在哪里 以一个教练来讲 嗯 就通讯的这些软体的部分 当然就是说 以对我们在 不管在球员或跟教练之间 在世界各地 其实他们 沟通的部分 当然就是 比较 距离感觉 大家都很近的感觉 就算 就算一个在亚洲 一个在欧洲 就是在联络方面啊 然后比赛的时候 或许也可以 有些实况的转播之类的东西 可以 所以说 你可以 马上在第一时间 能够就是了解 双方面 双方的 这一些实际的情况 那会碰到状况是什么 当然在沟通上面 也是比较 比较容易啊 这些都是 都是很优势的地方 但是就是说 呃 所以就 但是在传 文字讯息的时候 就要非常注意 那这些 一般基本聊天 上面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只要有一些 正式的情况 我是非常 呃 就是就是说一定 我是觉得要 要直接用讲 就尽量避免用文字上面 在上面传来传进去 这个东西是 是满敏感的啦 哦 哇 这个 这是佩服佩服 那你现在的 大概带的小孩子 或青少年 大概都是几岁到几岁 呃 最小的 当然就是我自己小孩 呃 自己小孩大概在 大概 呃 八九岁这样子的年纪嘛 然后也有 呃 国中阶段的嘛 大概在十二岁 十三岁这样子 那比较大的就是 就是像那些 吴东霖那些 嗯 就是现在目前 二十 二十一 二十出岁这样子 OK 那你对那些 八岁到 十四岁好了 你觉得 如果给他们两个 最重要的核心 的目标 会拿两个 呃 以比较年轻的来讲的 比较像如果年纪真的很低 呃 比较小的部分 我觉得先培养他们的基础啦 打底啦 然后 尽量就是往一个大方向走嘛 但因为 因为小朋友不 有的还不是很明确就是说 他到底打球是 是不是真的他想要的 但有些是 是多一个技能而已嘛 那有些是对球 是真的很有兴趣的 那 那就是 帮他打底 就非常 非常重要了 那比较再上去一点 如果在接近 可能 十三十四岁 在 国中阶段的话 也其实也是 也是一样 就是说 看本身球员的 情况也要了解说 呃 要怎么样帮他规划 呃 比较 在 未来 未来几年的 的发展 他的方向 要往哪边走 其实都要 跟球员跟家长 其实都也要 可以 可以沟通 这样子 OK 那你刚才谈到家长 就是说 你如果说 你看到一个小孩子 可能十三岁 十四岁 然后很有才 非常有才 天分呢 又肯 肯 肯 肯下苦功 可是呢 父母呢 只是看结果 只是看结果 是 你要怎么去跟他 跟父母 去做一个 做一个平衡 嗯 就 如果 如果家长有空 能够参 如果 能够一起 一起参与 呃 就是 球员在比赛 的一个过程 嗯 那我们一起 就是去 帮忙看 小孩子 帮忙加油 或者是 让 就是让家长 自己也去 亲身体验 去看 因为不论 不论家长的情况 他的角色是 他不了解 这个 呃 这项运动的 呃 宗旨是什么 或者内容 因为大部分的 家长不会完全的 了解 但是所以 就是说 呃 一起去 参与这些东西嘛 然后 让他去聊 就是说 有 当然有些就是觉得 他是看结果的 他对结果非常重要 但是 你参与过 那种 让他自己去看嘛 那你要的 你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 你要只有 这个结果论吗 还是你的过程 你要怎么样去做 去加强 去补强 或者是 修正些什么东西 让他自己 让他自己 你教练的做法 是做什么 那 你家长的想法 要是什么 那如果 兜了起来 当然是最顺 那 如果三方面 兜不起来 那就变成 三角型了嘛 教练跟 教练会 可能跟家 跟球员 可能是 呃 可能是连贯的 但跟家长不连贯 这样也不顺 对吧 最好是三方 都是通的 这是最顺的 这方向是 你只是最好的嘛 三角关系就对了 是 对啊 不然一定会 不然一定会 拖到时间 这是躲不掉的事情 嗯 那如果说 像 我相信 我相信台湾会有啦 因为澳洲摩尔本这边也会有 就是说 如果家长只看结果 然后又说我儿子前五名前十名 然后对一个 非种子的 那他不会看说 自己的小孩子当天可能情况不好啊 或什么的 然后这是一个淘汰赛 然后输给一个 那个就是 就是一个黑马这样子 然后 就想说 OK 我觉得教练你真的不行 然后怎么样 就会直接到另一个 环境下去 去练球 你对这样的 是 你对这样的文化 有什么看法 嗯 如果看开一点的方向来讲 其实就是 这就是网球的一部分 如果教练自己本身就 就是他也是要练 一开始可能会 很高兴啊 或是怎样 但是 其实这也算是一部分啊 就是说 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这样子 他一定会 有些一定会碰到 这样子的家长 他一定会跑来跑去 嗯 那这种东西 其实真的也是常犯 全球全世界都一样 跑到走到哪里 都会有碰到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说 你碰到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很多例子 比较起来 其实 比较 比较 直接有影响 一定会是在球员身上 不会是在教练身上 嗯 嗯 对因为教练 当然他复苏的东西 他可能就是说 有些是觉得可惜 但是 但是 在球员身上 有时候碰到真的家长 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 就是说 做明确的一个 呃 抉择 那他又 不跟 呃 教练很完善的沟通 那到时候 一定会耽误了 就是球员的部分 所以小孩子 小孩子到时候变成 就是最后的受害者 这样子 是 一定是这样 因为球是他们在打的 那你有没有看过 比如说 13岁到16岁的 小孩子 真的觉得很厉害 可是问题是 家人又不让他打 然后 你你又看不惯 你又觉得说 要不要给这个小孩子 第二个机会 你会看家长沟通吗 其实大部分 如果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说 主要是看 经济状况 OK 当然以 如果 如果家里经济状况 如果真的是 其实蛮OK的 其实我是觉得 呃 要 要支持小孩子 怎么样做 其实家长都会 其实都会有意愿 以大部分来说 是这样 除非很极端 那就真的没有办法 OK 那如果碰到经济上 有问题的话 那真的就是 要 家长跟教育 可能真的要想办法 就是要 要协助了 要就是 找方法能够 支援一下 这个 解决这个部分 OK 解决的部分 这样子 那我现在把焦点 慢慢放在你的身上 就是说 你觉得 教网球啊 你学到了 什么东西 教网球 其实 它是经验的 一个累积啦 就是说 呃 不管是 因为教 各个 各个年纪的 真的是不一样 你年纪越小 甚至有在 有在磨自己的耐心 那 那自己 因为 因为自己球员 自己本身在 在当选手的时候 跟教员 真的是 真的是有点差太 差很多 嗯 那 因为 会自己 也会 呃 带选手 走这 在当教练这一块 走呃 时间那么长一段时间 其实 但本身自己 本身就有 有兴趣 不然就是想要这样子做 但是确实 你教年纪比较大 比较成熟的一点的 呃 球员跟 教青少年球员 真的是 差異性是蛮大的 但我觉得 真的是说 真的是磨耐性 因为他 从球员 从小磨到大 真的是十年磨一剑 真的是 躲不掉的事情 ok 那你觉得 身为教练 你的优点是什么 我的优点吗 呵呵呵呵 你是知道 是狮子知道吗 我的优点 我的优点 就 我的优点 基本上可能 呃 可能我以前 也比较过动吧 所以我会跟 比较长跟球员 在球场上 也就是 呃 就下去失杀 就实战失杀 哦 OK 呃 这是我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另外一个优势的 就是说 后游本身 也比较后动一点 所以进不下来 所以会 时常找 呃 不管这样我会 可能我会 实际下去 就是亲自 亲自跟球员 就是下去 失杀这样去 去 去PK这样也好 呵呵呵呵 但是因为 不管 不管你哪個階段 除非那個球員本身就是 他比較大 那你說以青少年來說 青少年會比較小 他其實有這樣下去 直接跟他們施殺 不是只有光定點的一個對打 你說下去施殺的話 其實對小朋友來講 其實是球員 青少年球員是非常有用 因為我們當然控球會比較 比他還優勢 我們要可以做一些 特定的東西也好 或是跟他打來真的也好 其實我們是可以 我們是可以操控的 所以說我是覺得 當然我這一點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他的一個教練 他都有一個 有一套方法 沒有一定對或錯 我是覺得 這東西絕對沒有對錯 但我本身的部分 可能就是我有這一個優勢 那換過方式來講的話 你個人覺得你的缺點是什麼 缺點喔 我是覺得 呃 我是覺得有可能就是我帶的部分 可能我比較 呃 因為我會帶的球員其實 的數量 本身來講就是說 呃 我比較 不喜歡帶就是很多的 就是比較多的 嗯 這樣我覺得有可能我沒有辦法 比較專心去做 多是幾個人 比較細緻的東西 20個人30個人 是嗎 其實你要超過 你要超過八個人其實就蠻多的 哦對 因為你要看 對啊八個人其實就蠻多的 因為你要看 考量到球場的數量 嗯 沒有辦法大部分 場地不會是那麼多充裕的 所以 你又帶 你又要多 人數要多的話 他有些人可能就是帶 教練會帶整個團體的 然後他就有其實就很 很會帶 嗯 對那其實我並不喜歡 我並不喜歡這個方式 OK 我本身啦 對對對 除非場地 除非場地非常充裕 那我就 那我是覺得 這是另外一回事很OK 就是如果場地是非常夠用 但是如果是不夠用 但是又大家擠在一團 我是非常不喜歡這個 這個情況 OK 那如果這樣問好了 你覺得 台灣的教練啊 是不是都是牽手牽眼 那個就是什麼都要會 然後從就是 甚至比如說下班過後 還是要去打理一些 選手和家長需要的東西 呃 台灣的家人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都過得 大家都比較辛苦 鐵人 鐵人就對了 鐵人 沒有辦法就是 比較清楚的分工嘛 這種東西是一定要分工的 但是大環境來講 大環境來講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很難啦 或許大家都知道 但是就特別難 嗯哼 是 OK那我這樣回到十幾二十年好了 你可不可以就是簡單簡單 聊一下你自己選手的那個時代 呃 呃 我如果是以本身球員的話 我只知道 呃我是 我是認為我是對網球是算一個 也有點比較狂的 狂熱分子 哈哈哈哈 是 對我在球員 因為大家 呃如果有到多少理解的話 可能是 就是 我不是一個非常 呃特別的一個 呃特別的一個 呃 呃 呃什麼 個子非常高大 或者是 呃 技巧能力實際上 非常的 非常的強的那種 非常特殊 好像 很天才型的那種球員 但是 我並不是那一種 可能會 大家都聊 這是 但是 但是我在我的 呃心態 上面 嗯 我是覺得我這一塊 的鬥性是非常強的 嗯 OK 我非常 我是非常拼命的 的一個 一個 打法一個做法 就是 在球場 球場上 跟球場下 就是 我好像會有 不同的人 我上去球場上 就是不一樣 那那個 蔡教練 我的感覺啦 我的直覺是覺得說 因為你說你很好動 然後呢 你又想要下場去 就是跟他們 廝殺 你是會不會 在網球這段路啊 或者是你比較年輕的時候 你也會做其他的運動 欸沒有欸 我 當 當我一接觸到網球的時候 我就認定 就是網球 哈哈哈哈 我 我 我起步的比較晚 因為我接觸到網球的時間 其實 呃 比較晚碰到 嗯 但因為家裡也沒有人 一開始沒有人在打 所以我接觸到的時候 其實有 不是像大部分的 比平均的還晚一點點 但也不是特別晚 嗯哼 所以就是說 但是我一碰到的時候 就整個一頭摘進去這樣 所以你就一見 一見忠情 然後就一整個就 把它當成另一個婚姻這樣子 哈哈 是 差不多可以這麼說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哦 真的是 那我想問你 我可以拋 我可以拋在球場上 拋一整天啊 真的假的 對 我在 我在我球員時期 我可以一直拋在球場上 就是 打球 練球 開槓 然後在下午再來試試 對 就是 就是 都是圍繞著網球的東西 齁 哇塞 真的假的 那我下次回台灣 一定要跟你碰面 真的是 上次沒有沒有機會 下次一定有機會 對 那你覺得 現在台灣的教練啊 跟比如說 十幾年前來講的話 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們先講 觀念好了 對 呃 觀念上一定會有 因為其實 這近十年啊 其實 呃 因為 這個科技也會發達 那 其實也 學會那邊也其實也辦了一些 不少的活動 每年一定都會有這些 教練講習啊 不管是 還有一些 集訓的一些活動這些 那 會常跟那個 國外的教練 不同教練去交流到 這部分 那其實 呃 其實有些教練其實也 因為也常帶球員 是到 各地 世界這樣子 跑來跑去的 其實看的東西也都不一樣 那現在又 那些科技團體又那麼發達 其實參考的東西都非常多 是啊 當然就是說 所以說練的方式 當然一定就是 一定是跟以前是比較不一樣的 是 OK 好那我們現在講那個方法 我現在要問你一個東西 你就給我你最好的建議就好了 OK 你最好的建議 是 發球最好的建議是什麼 最好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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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 最好的建議 這有點廣欸 這個 呃 在拋球上面跟整個身體平衡方面 這兩個要求一定是要 是一定要先 先 先注意的 就是說他們 拋球跟他們身體 因為這個年紀的情況下 不管你在 尤其在實戰比賽的時候 呃 呃 心理的狀況 呃 就是加上這個 OK 那 一定要非常清楚 是 那二發咧 二發 其實其實是一樣的意思啊 就是保持這些 因為 呃 二發 不然你是有目的 就是你在發球前 你是要有一些 自己的 呃 想法目的 你要怎麼做嗎 那基本上二發的話 我們都會帶旋轉一定比較多 但是這些東西都是 呃 脫離不了剛剛 最主要的你的 你的身體平衡跟跑球的部分 嗯哼 這一定是 一定是不能脫離的 OK 那如果說你 你身為選手啊 然後你 可能連續三個 雙發 失誤這樣子 那你會 怎麼樣 自己給自己心理建設 呃 如果真的是碰到這種情況 就先調適 先 先把球先控制 穩定性先提高吧 不然再打下去 真會這樣 也不知道該怎麼發下去了 嗯哼 嗯哼 那呃 現在是 現在女網啊 最流行的就是 我們在澳洲講的是 呃 Backhand Slice 反拍切球 你有什麼建議 是 我覺得反拍切球的部分 切球的部分是非常好的 就是把 不管是轉換節奏也好啦 或者是 呃 就是你在做一些防守 不管是切 直接轉換一個節奏啊 他是 像是 是好用的東西 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這個 尤其在青少年 呃 比較年輕青少年部分其實 會 會使用 會共同去使用的部分 其實 尤其在台灣來講 他不算多 喔 他不算多 他要抽的 對他 就 真的 不是很多球員就是說 他會去 共同去搭配這些東西 OK 因為這些東西他練的比較 比較少 OK 因為就是在籌 對這樣 互尬球術啊 穩定性 這樣子 互尬 OK 那那個 雙打 是 雙打這部分 你有什麼一個建議 雙打 我是認為 就是說 呃 呃 呃 在培養的階段 其實大家都會 比較 疏忽在 就是說 比較 中心沒有很少 放了很少的部分 會在雙打部分 那一定會有一些教練 或是 某一些 呃球隊團體 他裡面 會比較注重這個 會有 但是我是覺得就是說 這個部分 可能就是 呃 我覺得練習的比重上面 可能在練習的部分 可能是 我是覺得 是覺得在 平時練習的時候 可能會多 放一些些的 呃 少許的部分 加進去在訓練的 呃 規劃裡面 OK 因為其實雙打這部分 其實 因為他有一些 呃 不同的技巧啦 打法啦 這樣子 然後跟經驗 處理球的經驗上面 其實這件事情 對 對單打其實也是有幫助的 嗯嗯 OK 那下一個呢 就是有稍微一點敏感 可是我想要挑戰自己 OK 就是你算是第一個 我去問的就是說 如果你發現你的選手啊 嗯 有在烏球 是 你要怎麼處理 烏球 我是 剛剛 我會我只是講說 這些東西 呃 比較明顯會在 比較年紀小的部分 或許是15歲以下 這東西 可能會很常碰到 嗯 那我是覺得 這些東西你下來 跟全然講 因為其實很多教練都會 都會很 很白 很表明的 跟 跟交小孩子就是說 其實這種東西等於是 你不誠實這種東西 你就算贏了以後 對你也沒什麼幫助 因為這以後 只要到年紀比較大的 這個情況下 其實 這些東西會 逐漸消失啊 因為 越大的比賽 其實這些東西 因為會有裁判啊 或是怎樣 就是說 這些東西不會一直用下來 它只會 存在可能在14歲以前的比賽 這些東西狀況很多 那有些 有些小朋友是故意的 有些小朋友是 真的看不清楚 但是 但是確實有碰過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我是覺得跟家長會 會有 也是這個三角關係 就會又出現 因為有些家長 他是 他是 他是不會去 他是不管 他是結果 我贏 我小孩贏就好 我小孩怎麼喊 就怎麼喊 他明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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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亂喊的 但家長 不曉得他是覺得 真的有幸 還是 還是真的這麼相信小孩 你難道 看不出來 真的是 他是用凹的嗎 對 那這真的就很麻煩了 我是覺得 大部分的教練來講 我是覺得 這個部分都是會 就是 教育小孩 這是 基本上 不可以這樣子用 但是家長的立場 又是另外 非常重要的因素 對 OK 那 感恩的時間到了 那我之前在錄音之前 我有說 你要準備一些感恩的話 想要謝謝你支持的人 那 蔡教練 有請 嗯 是啊 當然 第一件事 就是我老婆 喔 因為 因為 當教練 這檔事情 其實 嗯 嗯 就是說 你很難像 一般的 像一般的學生 家庭就是說 上課下課 然後就在家裡 就是說 比較多的正常的時間 因為我們會花在球場上 訓練 或者是跑比賽 那 或是帶球員出去比賽 那一比可能就是 呃 可能就是 都離開家裡 然後丟個兩個人 都丟個小孩 在就是 都是讓他在照顧 這其實就是 這個 這個職業 這個職業上面 一定會碰到問題嘛 其實大家都是一樣 所以說 對 對另一半來講 其實都是 都是很辛苦的 那當然我老婆 他本身自己 就以前又打過網球 他自己是 曾經是球員 所以他自己知道 這是什麼聖誕 生態的情況 但你如果碰到 如果另一半 他本來就不 不了解這一塊 他會覺得 這是搞什麼鬼啊 這事實是這樣子過的嘛 哇 你真的很lucky跟我一樣 我老婆也非常了解 那還有其他要感恩的人嗎 呃 我是覺得 當然就是說 呃 我所帶過的球員 當然我是覺得 嗯 大部分 我遇到的幾乎啦 就是說 跟家長 或是球員部分 其實都 都 雙方都蠻信任的啦 嗯 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呃 我是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我 呃 就是覺得 還蠻欣慰的 這一部分 一定會有碰到 有一些 狀況的 比較棘手的 家長 一定有 但是 以我碰到的情況 是應該 已經算比較少了 跟別人這樣 比較起來的話 我算是比較 有比較少一些啦 但是 或許可能就是說 大家 呃 互相溝通上面 確實 可能效果還不錯 所以說大家 在比起信任上 還蠻 大家還蠻信任制 其實說 呃 主要是誠實一點啦 就是雙方之間 因為這種事情 大家長時間 一定要在一起 那你 這種東西 你不講得很清楚啦 或者就是說 直接一點 你講話再直接一點 呃 就算難聽了也好 好聽也好 不好聽也好 你就講直接一點 那這些東西 只好時間久了 就是說 呃 雙方知道 你在表達什麼 不要拐來拐去的 然後繞不出來 你再拆什麼 你不高興你就講 哈哈哈 你不高興你就直接講 那他不高興 他就是把中西 直接講出來 唱出來也好 哈哈哈 反正就直來直往 這比較不會有 有問題 OK 比較能夠維持著長久 OK 那有沒有其他單位啊 或者是贊助廠商 這幾年來 有 有在支持你們的 呃 這贊助廠商這個部分 呃 當然是有 像是像 像東嶺的部分 會比較多 因為他的 他的 之前的路比較長 所以他有一部分的 一些幫忙 資源的 幫忙贊助的 一些 呃 一些企業啊 當然就是幫忙一下 那 這個部分 當然都非常感激 當然 有一段時間 真的沒有他們的話 其實 呃 沒有後續的方向出來 那 其實協會也是一樣 因為我是覺得 呃 協會當然就是說 我近 近十年來 我們 網球協會可能 有一些風風雨雨啦 那就是說 呃很多情況下就是 呃一定 罵得也好的也有啊 不好的也有 但是我覺得 呃近 近 近 這長 這十年 你可以這樣十年 我是覺得 大方向其實把 整個台灣的 國內網球這個東西 其實 其實引導的算 算很不錯了 因為還有 都有一些資源可以用 以前是都沒有的 嗯 是 OK 那如果說你可以回到 對 比如說未來十年 因為我們在講 台灣的現在和未來 那如果說 未來的十年的你 因為我相信 你也說你 你一定會在網球 網球這個圈子 你會和你現在說什麼 你說未來的十年嗎 就是說 十年後的你 會和你現在說什麼 是 十年後的我會 就是說 呃 就 辛苦了 放了那麼多鳥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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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當然 哇哦 就是往一個 一個方向這樣講 基本上 鳥是一定很多啦 但是 呃 回頭看自己說 自己也曾經有 有付出的一些 當然也有在 可能在這個領域上面 也有一些貢獻 嗯 那 這些東西可能是 親身自己走過來 自己本身的經歷 那就是說 回頭來講說 這些 這些都不是 輕鬆的事情 嗯 對於所有家人來講 就是這樣 我真的覺得啊 台灣不是有什麼 教師節母親節嗎 對不對 是 是 我覺得真的要有一天是 運動教練 節 哈哈哈哈 哈哈 欸這個部分 這個話題呢 欸我是覺得 在台灣啊 要出現的話 呃 要挑戰 還要再 哦 挑戰可大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哦 就是各位聽眾 我是覺得說 因為蔡教練 就是真的很 很直接 然後我很喜歡那種 直率的那種感覺 如果說大家注意聽的話 後面是籃球 三打三嗎 不是嗎 是三打三嗎 呃 都有 三打三也有 然後多隊都也有 OK 好啦那真的是謝謝你這段時間 然後 呃 為台灣的付出 那 想說代表 呃我也不知道什麼代表澳洲摩爾本 或者是 反正就是很期待 就是你下一次有機會 如果可以來澳洲摩爾本的話 歡迎 歡迎來我們這邊 參觀或者是和我們互動一下 因為覺得 第一次認識到你的 對網球的熱情 還有現在就是 完全沒有 減少任何一種感覺 你就還是一個很熱情的 因為我記得 你上次來是大概 七八年前有了吧 呃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說 可能四年前 哦對對對 第四年 那時候你帶那個誰 你帶東陵還有誰 東陵再東陵 對 ok that's right 就東陵再東陵 那你下次什麼時候要來 呃 下次 可能快 可能快吧 看這個 這一波疫情過後吧 嗯哼 ok ok 有機會在澳洲碰到你 但是 還是要謝謝你的時間 然後 最後一個 如果說你可以給全台灣的青少年的選手 一句話 或者是 簡短的一個訊息 你想要跟他們分享什麼 呃給所有的球員就是說 如果真的 你真的是喜歡 呃有目標 有夢想 就盡情去追吧 嗯 這條路不會讓你失望的 如果你 你以下定 下 下 下定苦心 然後就是說 把目標 呃 設定的正確 然後你使用 呃 這個整個的 呃過程 歷程當中你的 一定要清楚 就是一定要 執行的要正確 有夢就追吧 有夢就追 Love it 蔡教練那我就跟你告一個 這一集告一個段落 那我是希望說下一次有機會的話 我們來蔡教練2.0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再聊一些比如說技巧方面 或者是一些甘苦談等等 所以我覺得說你還有很多可以分享 那因為今天時間上的關係呢 我們就卡到大概在這裡 然後今天的聽眾 你們真的有福了那有機會呢 可以的話幫我 就幫我Tom奧克 麻煩 下一次看到蔡教練給他一個 應該沒有到擁抱因為台灣沒有這麼熱情 就是給他一個拍拍肩膀 買個飲料 然後呢幫他多撿一顆球 然後呢就是給他一個微笑 你知道台灣網球會更好這樣子 哈哈哈 是沒錯 好啦那就先這樣子 謝謝大家 幫我跟你的家人問好 然後就這樣子 OK 沒問題 拜拜 謝謝大家 拜拜 各位大家好 今天非常榮幸的 邀請到Katrina 那Katrina要不要跟大家 要不要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跟大家說聲hello hello大家好 我是李雨雲 OK 李雨雲 那現在幾公分呢 多高 現在有160 170 170 170出發 哇賽 那你過去這兩年長的有超過10公分吧 有 12公分左右 哇賽 那球路咧 有沒有因為身高的關係要做調整 也是有 嗯哼 嗯哼 怎麼說 就是 呃 在球術 球質方面 還有 發球 都進步蠻多的 OK